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台版的下一個卡池角色 可愛的傲娇虎牙萬聖紡希 限定角色會嘲諷妨礙著前衛物理坦克 1技能 自身展開物理無效盾 並大幅提升物防 持續12秒 這個物理無效盾的量還是蠻驚人的 有1萬多 2技能 嘲諷敵方全體中幅度恢復自身血量 並賦予敵方物攻最高的角色 恐慌狀態 有些觀眾可能搞不清楚恐慌狀態是幹嘛的 攻擊連結這個遊戲中 角色要獲得TP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藉由行動獲得TP 第二種是Izone 第三種是補TP技能 就是那種藍字的 像是酒鬼跟露娜的那種 而恐慌的效果就是角色不會經由行動來獲得TP 只有被打還有補TP才會獲得TP EX技能 開戰時提升自身物理防禦力 最後是UB 對物理攻擊力最高的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並特大降低物攻以及行動速度 持續18秒 物攻降了9000多 算是很驚人的量了 而行動速度會被降到剩下0.2倍 整個就跟烏龜一樣 被這個UB打到的角色就會變成個小廢物 持續18秒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是一個蠻亮眼的UB 好啦 技能看完了 先花一點點時間講戰隊戰的表現 後面再講競技場的表現 在戰隊戰的表現 有一兩次的上場機會 面對物理攻擊力很高的王 而且是會對23號位也有威脅的BOSS 萬聖紡希就會有上場機會 UB降防可以讓王對23號位的攻擊比較不那麼痛 就可以保住隊友了 但是同樣的工作 六星姊姊也做得到 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萬聖紡希有上場機會的王用姊姊 也可以有同等或更好的表現 萬聖紡希在戰隊戰上場機會很少 而且從來沒有在最高傷害的作業裡出現 所以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萬聖紡希不是必須要抽的角色 接著看競技場 我們先看一下萬聖紡希的坦度 現在畫面上這邊是目前日版滿等滿裝備 萬聖紡希的面板數值 物防800 魔防600 血量44000 迴避62 大概是這樣的坦克 如果沒什麼概念的話 我把角色池打開 按照物防來排去 這張圖可以看出物防800在眾多坦克中不算是特別高的 甚至可以說是略低 比萬聖紡希物防高的坦克有一堆 再來看血量 萬聖紡希的血量也是偏少 血量比萬聖紡希多的角色也是很多 這邊可以看出萬聖紡希不靠技能加持的話 本身體質不算很硬 算是很脆弱的坦克 接著我們看技能循環 開場是2技 1技 普攻 2技 後續比較長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當初看到這個面板跟這個技能循環 我就覺得不太妙 萬聖紡希開場在滿血的情況下自補而且嘲諷 之後2技才是加物防跟展開物理護盾 於是我馬上跑去好友對戰測試 發現萬聖紡希在1分25秒沒有物防跟物理護盾的情況下 脆弱到不行 畫面上這兩個隊伍都能在1分25秒出UB把萬聖紡希給秒掉 而且是100%秒掉 不用靠運氣 我自己用這兩隊在1分25秒出UB打萬聖紡希就沒有失守過 所以照看來萬聖紡希就是被設計師殺了的可憐角色 這個愚蠢的設計到底是誰設計的 出來面對啊 開場滿血為什麼要自補呢 先加防跟開物理護盾 在1分25秒就能不被秒 然後再2技補血 不好嗎? 萬聖紡希的第二個問題是站位太前面 他只要活在場上 就能持續導彈讓對方難受 但是萬聖紡希的站位太前面了 站位在新年0之前 目前競技場常見坦克站位在萬聖紡希前面的只有莉馬一位 以萬聖紡希的軟趴趴坦度頂多算是負坦體質 我是覺得他躲姊姊後面會更好 他不適合站在主坦位坦傷害 但設計師偏偏要讓他站位在新年0之前 於是萬聖紡希又被設計師殺了一次 真的很可憐 萬聖紡希的第三個問題是坦克的先天烈士 那就是目前沒有充電坦克的玩法 沒有這種補坦克TP的角色 所以在競技場的環境 永遠是有充電的說出角色先UB打坦克 接著坦克才有辦法放UB 萬聖紡希就得挨一次UB 活下來才有辦法UB打對面 要是哪天CY出了開場補1號位TP的角色 那萬聖紡希應該會變強蠻多的 目前要對抗萬聖紡希的方式 就是在萬聖紡希放UB前儘快的秒殺他 只要不讓他放UB導彈就沒事了 但反過來說 如果被萬聖紡希活到放UB 對面都還沒死人 那通常就沒救了 萬聖紡希UB帶來的效果對進攻方來說非常可怕 那麼 萬聖紡希現在在日版的防守登場率如何呢? 我看了一下我的競技場群組 今天在1v1前百有五個人放 不算太多 但是在3v3就很常見了 在前50名 大概每隔一兩天就會遇到一位使用萬聖紡希來防守的玩家 通常是現在畫面上的這個防守隊伍 但很多人用的防守陣容不代表這個是鋼鐵防守陣容啦 現在日版一攻難守 任何陣容我隨便都能用三種以上的解法 想不出三種算我輸 萬聖紡希隊也不例外 除了我剛剛說的那兩隊1分25秒出手秒人的隊伍以外 魔法轟炸隊也可以解這隊 而最被克制的是妮諾進攻隊 妮諾進攻隊在進攻撞到這隊基本上穩輸 應該就是這隊防守隊存在的意義了 而進攻方面 我頻道的老觀眾應該知道 我很喜歡用一個坦克進攻隊來進攻 我有試著把萬聖紡希拿去坦克進攻隊來進攻 實際用起來的感覺是非常難用 主要原因在於坦克進攻隊適合吃的隊伍都是活力很強的隊伍 而且是出手很快的那種 萬聖紡希的亮點主要是在UB 但目前環境 坦克面對有充電角色的輸出角色 一定是輸出角色先UB 坦克才有辦法UB 沒有辦法坦克先UB去壓制對面輸出角色的UB 而萬聖紡希在面對對方一兩輪UB有時就撐不住先倒了 就算沒倒 萬聖紡希後續的輸出也不算高 會有輸出不夠的問題 所以我自己是不用萬聖紡希來進攻的 好啦 最後來給競技場評價做個總結 先說一下我自己的玩法 我競技場只研究進攻 沒什麼在研究防守 我蠻少的去看防守隊是怎麼輸的 怎麼贏的 防守隊友通常是超別人的啦 所以我競技場的觀點基本上都是進攻方的觀點 以進攻方的觀點來說 防守方的萬聖紡希就是個被設計師殺了兩次的可憐角色 整個就很好欺負 想怎麼欺負就怎麼欺負 但是萬聖紡希在3v3的登場機率還是挺高的 這時有觀眾可能會問說 啊不是 既然這麼廢 為什麼還很多人用呢? 這跟日版異攻難守的環境有關 不管是什麼防守都能被花式破解 而萬聖紡希在所有的破爛防守隊裡算是比較能用的一種 我是這麼理解的 這個角色雖然沒辦法大幅提升玩家的防守勝率 但是在目前競技場環境中 還算是一個比較常見的坦克 最後是結論 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萬聖紡希不是很重要 可以Pass 而對於競技場玩家來說 萬聖紡希進攻沒用 1v1防守有沒有萬聖紡希影響不大 比較常看見是在3v3防守 不算是特別人權的角色 鑽石夠的話可以抽來增加3v3防守的多樣性 鑽石不夠也可以Pass 而對於沒有滿等的新手來說 萬聖紡希本身坦度還算可以 又會嘲諷 在推圖還算是不錯的坦克 缺坦克的話可以抽一下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